大家好 大家午安 今天是6月19号 防疫三级警戒到今天已经满了一个月 感谢所有的花林乡亲 以及所有的医护人员 以及所有各在防疫第一线的伙伴们 大家辛苦了 但是一个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冗长 每一天战战兢兢 每一天我们都非常的谨慎 那也感谢乡亲大家一起的合作 但是真为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不要放松 不要放松警戒 今天是这个 我们真的 今天是真的一个难得一个灵 对于过去的几天来说 今天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希望这个灵是未来天天都是 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乡亲的期待 如果说 如果你因为某些因素 没有办法来施打 那你刚好有属于一到三类的人的话 那你可以从6月21号开始 到我们各大医院去做预约 做预约 那这边有我们的预约的网址 那以及电话 那你可以去预约 预约之后呢 那他们会集体来协助 来帮你施打 那另外呢 因为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们要针对于 这个78岁以上的原住民 以及我们83岁以上的 非原住民的长者 来做疫苗的施打 那我想最近很多的长者 听到施打疫苗产生的一些问题 所以会有些恐惧跟害怕 甚至有些疑虑 因此呢 我们在今天提出一个 长者施打疫苗要注意的一个slogan slogan 那希望呢 我们要做三个口诀 第一个一听二赔三送 一听二赔三送 听听什么 听医师的 所以呢 我们在施打疫苗的时候 医师会做评估 同样的 如果你本身是具有麦西病的长者 其实你可以打电话 给你的所谓的平常看诊的医师 然后跟他讨论一下 你是否适合打疫苗 或是你适合打什么样的疫苗 其实可以听医师的建议 然后来做一个决定 第一个二赔 二赔是现场一直不断在重复 在强调的 就是在打疫苗的过程中 家人一定要陪伴 我想我们很多子女 可能在外地 或在工作 但是这段时间真的很重要 请你一定要陪伴你的长辈 去施打疫苗 而且最好呢 打完之后 还要来关怀48个小时 所以如果有可能 回来请个两天假 陪着老人家 一起过个快乐的两天 第三个是三送 三送 什么送呢 就是如果有不舒服 就要立刻送医 也就是说 当你打完针之后 有过敏的现象 就是你可能有出疹子 或是有血栓的产生 就是你可能发现到说 身上有一些止斑出现 或是一些不正常的异常出现 甚至有胸闷胸痛的时候 请赶快送医 千万不要在家里面觉得 没关系啦 再看看 我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